3秒速杀震慑犹太 这一把的话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把开局秒倒 真的确实是秒倒 然后主要来说一下 咱们这个游戏 就是拉点的话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博弈的话 因为大家这个水平 或者是有时候想法 有时候不太一样 就容易出现一些 这个有可能会比较快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的话 如果说你的基本功比较好 过没有的话搬回来 你知道对面 大概是以什么样一个水平 但可能呆呆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反而能够利用舞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的话 我们怎么去翻盘的 我操 666666 说实话这波 不太好说 不同段位图不知道 三考了 的 傻不拉旗 我操 不同段位图不好说 你不知道它在小时候 我操 check it out directions 夆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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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掉 104 直到 花了 在蔥 屁 Anne 没有选择彩球 算你聪明 不行走不了 稳健一点 现在已经给那么大机会了 哎操 不够 但是差不多了 全没打着 但是够了 一起救啊 你这样救 我给你死下来了 OK 接开 对对 直接走 挂在够吧